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件事情跟大家分享 应该在我眼睛里是比较诡异的一件事情 这里面有东西 有某种原因 有某种在公共环境中 不被人们所知 而主控的一方在美国 在今天美国政府 一定有什么东西在隐藏 美国竟然把加拿大要列入 就是不易旅行的国度 他的借口就是说 加拿大本身的疫情太过严重 大概是这么个说法 这是一个很荒谬的说法 这是一个很荒谬的说法 美国现在平均死亡人数 今天美国大概确诊人数22万 今天 在美国各州出现了很大的争持 你比如说佛州 佛州曾经很严重 对不对 结果佛州今天又报呢 现在报呢 说佛州死亡跟感染大幅度下降 那佛州本身州长 依然坚持他的做法 就是开放做法 另外一个大改变就是瑞典 瑞典曾经在很高的位置上 后来瑞典一鼓作气 就把所有东西全都给取消了 口罩啊 社交纪律全都取消 现在瑞典什么事都没有 什么事都没有 所以越戒严 越封闭 越疫苗的问题比较大 那这个确实的 这个问题比较大 这个我们这么讲 那加拿大呢 在他的整个百分比的角度来讲呢 是美国不能比的 加拿大要比美国优秀了很多 从他的简单数字的角度来讲 优秀很多 当然加拿大人口又少 对吧 三千多万人 那地方呢 比美国还大 就说了意思 比美国还大 美国人为什么禁止 美国政府为什么禁止美国人去加拿 理由应该是加拿大禁止自己的国民去美国才对 那结果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加拿大在上在月初的时候 八月初的时候 开放了这个对美国的这个游客的这个接待 打两针的啊 他当时就是说打两针的可以随便进出了 那其他他不成 打两针可以随便进出 结果美国却关闭了美加之间的边界 就是他没有去对等的去执行 结果今天传出来 在关闭的背景之下 加拿大将成为不被美国欢迎去 就是说他的他的要增长到他的戒严期到四级 就是你千万别去加拿 那加拿大一百万人口里头只死了七百二十个 美国死一千九百座 那加拿大一天现在的感染率没有那么高 安大略省市的最多的人一千多万人口 他只有五六百吧大概是五六百人 他很多地方都开放了 然后呢 但是他在研究疫苗护照 那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 美国在各个数字在各个方面 都不如加拿大的背景之下 他为什么要封杀加拿大 最后能发现更多了 最后能发现更多了 更多了 各自已能发现更多的 优优独播剧场——新闻 好 谢谢 我们优独播剧场——新闻